大家好,是妹,欢迎来到《迷雾鬼节特辑》 中国有僵尸,美国有丧尸,那马来西亚有什么呢? 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就一定听说过Bundiana 记得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关Bundiana的马来鬼片,印象非常深刻 最近点得一部电影绝非Bundiana Harum Sunda Malamosh了 Bundiana可说是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名语传说 那么今天就来和大家讲述东南亚最著名的吸血鬼Bundiana Bundiana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神话中的女性吸血鬼 也被称为Mardiana或Gundiana,简称Kundi 据说Bundiana是由男产而死的女性化身而成 关于Bundiana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指,马来文中Bundi是指怀孕 而Ana是孩子的意思 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是Bundiana 而另一种说法是指Bundiana是由三个马来词汇 不安、女士、妈弟、死了、Ana、孩子 串联组成的 另外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富就以Bundiana命名 据说是因为当时的第一任苏丹刚到那个地方时 就被一只Bundiana缠上了 因此该地方便取名为Bundiana 也有说法指当地以Bundiana来命名与早期的历史有关 Bundiana建设于1771年 当时是非常落后的城市 因此医疗设备非常简陋 妇女生产都是由接生婆来处理 也因为这样在当时妇女的生产过程的死亡率非常高 可能因为太多男产的妇女死去后出现 所以才有了这个名称 Bundiana有着苍白的肤色 长长的头发 一身白衣 和我们华人社会里的白衣女鬼形象相似 通常他们会以美女的形象出现 诱惑男人 然后把受害者杀害 当他们准备进食时 就会变回原本丑陋的模样 露出细间的獠牙 Bundiana的獠牙不像西方吸血鬼只有两颗 而是满口都是锐利的牙齿 除了以美貌诱惑男人 Bundiana每次出现时还会散发着振振花香味 不过一旦接近时 就会变成腐蚀般的恶臭味 在民间传说中 Bundiana通常在月圆的时候出现 每次出现都会离奇的听到婴儿的哭泣声 声音越大代表她还很遥远 还有机会逃跑 声音越小代表她已经很接近你了 另外狗也能感应到Bundiana的存在 同样的 她在远方的时候 狗就会狂吠 当她在接近的时候 狗会因为害怕 从吠声转为低鸣声 所以当你听到狗从大声狂吠 转变成哀怨声的时候 意味着Bundiana就在你附近 也有人记载说 Bundiana会以鸟的形态出现 Bundiana的狩猎目标通常是男性 她的杀人手法一般是用手撕开肚子 掏出内脏食用 至于为什么Bundiana的目标通常是男性呢 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悲伤的故事 有传言指Bundiana一般都是死于难产 被强暴或被男人背叛 死后怨念太深才会化为有超自然能力的冤魂 事迹报复男性 据说Bundiana的灵魂白天时会寄树在香蕉树内 因此很多人都会避免种植太多香蕉树 或者避免盯着香蕉树看 以免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而到了晚上Bundiana会通过嗅觉来寻找目标 所以旧时代的马来社会通常不会把衣服隔夜挂在家外面 除此之外Bundiana也非常喜欢血液和精血 所以马来人有着这样的传言 就是都会把用过的卫生棉洗干净才丢掉 以免遭惹厉鬼 从前有一名马来男子哈桑 住在摩利附近的一个小乡村 村子的树木林立 从村子出来到摩利海边只需要10分钟左右 所以他和朋友们经常都会到摩利海边 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喝茶聊天 这一天夜晚也不例外 哈桑原本约了两名朋友一同到摩利海边喝茶 不过其中一名朋友因为母亲不小心在家里的厕所滑倒 要送母亲去医院所以没来 虽然只有两个人 不过哈桑与另一名朋友还是按原计划到摩利海边 哈桑清楚记得这一天的月亮特别大 就算从村子出来的小路上没有路灯也不会觉得黑暗 喝完茶后 哈桑骑着摩托车载着朋友回家 在刚进入村子里的那条小路时 朋友忽然感觉似乎有人在跟着他们 朋友告诉哈桑要他保持警惕 而朋友也不断的回头看以防止被打劫 在回头看了几次后 朋友突然叫哈桑加快速度 说后面有东西正在追他们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哈桑下意识的加速 在靠近路口的时候 哈桑的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白影 吓得哈桑立刻踩刹车 摩托车也滑向一边撞上了树木 等他们两个人爬起来时 那个白影瞬间不见了踪影 朋友质问哈桑为什么突然踩刹车 就在哈桑告诉他刚才出现白影时 朋友忽然拉上哈桑拔腿就跑 连摩托车都不要了 好不容易跑回家时 平复好心情后 哈桑才发现背后有一道很深的伤口 像是被锐物割开一样 并且还不断流着血 在止好血包扎好伤口后 朋友才缓缓道出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刚才有一道白影在追着他们 所以朋友才叫哈桑加速 而且在哈桑跟他说白影的时候 那个白影忽然出现在哈桑的背后 那个白影一头长发 所以他才拉着哈桑逃跑 第二天当哈桑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时 还有给父母看背后的伤口后 父母立刻带他们去找村里的巫师 从巫师的口中哈桑才知道原来昨晚他们遇到的 是吸血鬼 那道伤口是 Bundiana用指甲划开的 想要挖出哈桑的内障 Bundiana有着超自然力量 不过有传闻指Bundiana的颈部有一个洞 只要把一枚钉子刺进去 他就会变回正常人 维持美女状态 无法再为非作歹 但如果把钉子拔出 就会马上变回吸血鬼状态 网络上流传着不少Bundiana的诡异录像 在2010年8月 有一名马来警察就在彭衡州拍摄到一段影片 该影片是警察在文东追捕Bundiana的过程 虽然没有完全拍摄到他的全貌 不过短短几秒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白衣的物体 以非正常人的速度飘过 我会把影片链接放在说明栏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查看 另外不久前也有两名来自柔佛的警察 在TikTok上载一段19秒的短片 其中一名警员 伊克马尔表示 事发时大约凌晨2点 他和同事在黑暗的草丛附近巡逻 听到怪异的声响 以为有人误闯禁区 他随即与同事前往查看 怎料竟碰见吸血女鬼的真身 他当时感到惊讶和害怕 但还是故作镇定的把可怕女鬼拍下 并上传至TikTok 影片中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头发很长的女子 在远处的空中飘动 还发出奇怪的叫声 该影片瞬间在网上引起轰动 有网民留言表示 Bundiana有时也会发出仪式猫的叫声 也有网民怀疑影片的真假 对此警员表示自己只是分享亲身经历 相信与否是个人选择 那这个TikTok短片链接也会同样放在说明栏 早前网络也曾流传在 Cara Highway高速公路看到仪式Bundiana的白衣女鬼 关于Cara Highway亡灵公路的都市传说也非常的多 我们之前也有拍过影片分享一折肯人头女鬼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哦 那么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鬼节特集 祝大家平安健康 你有没有亲身经历什么灵异故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在每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准时更新 我们下一期再见